再说处理海鲜扎着手 这事真的可以危机生命吗 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并不是说所有人被砸了都会有这种风险 那新闻当中这个女士就怎么 她收拾了一下海鲜 然后就变成多功能 什么脏气衰竭 就出了这么大的危险 这个人的话应该是被海洋创伤湖菌所感染了 从那整个情况分析的话 他应该是首部破损之后 这个海洋创伤湖菌沿着窗口进入到体内 然后局部进行一个繁殖之后的话 蔓延到全神 从而出现了一个多习惯功能 衰竭干人休克 海洋创伤湖菌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 其实在海洋中的一种四岩菌素 四岩菌素就是它喜欢咸 喜欢盐 在这种有盐的环境下的话 它才能生存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它在我们淡水鱼中 或者陆地上其他动物身上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海洋中存在 尤其在海产身上存在 它通过我们 好比说就像您说有双口 然后它通过我们的血液 进入我们血液之后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异反应吗 然后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它本身的毒性特别强 它繁殖能力特别强 它毒性也特别强 一旦说它突破了 你这个粘膜的一个缺口 比方说这个皮肤 有破口它转进去了 或者是我们通过口服 直接把它吞到我们胃肠道内了 接触到我们胃肠道的那个粘膜 它都可以直接侵袭到 你这个粘膜下 侵袭到你体内 从而再局部繁殖 因为它繁殖能力非常强 产毒产的也特别多 所以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 这种感染症休克 毒性功能衰竭 这种临床表现